你闹了 没事 她听不懂 报成号 你们在干吗 你们回来了 我给你看看东西 你看 上次我们照的照片 这是秦淑今天给我的 你这是怎么弄的呀 我去帮你拿药箱 我给你图 不用了 那向他帮我图吧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甩你的 你疼不疼啊 高震赫肯定也不是 故意不理我的 他肯定也是因为 心情不好 或者是不开心 是不是 高震赫 你小声一点 让心愿听到了怎么办 没关系 我保护你 不要 高震赫 不要 不要 小声一点 高震赫 高震赫 别闹了 没事 他听不到 高震赫 你们在干吗 你怎么没敲门就进来了呀 这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男人嘛 这是我们这里的规则 都是这样的 你要是不喜欢 你可以走啊 我 你 你 我 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俩是逗我玩的嘛 兴月 对不起 就是你看到那个样子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我放不下高震赫 他也跟我说 他很爱我 高震赫 我的男人是不可以背叛我的 你要是这样 我就把你带回去 关到笼子里去 笼子 在我们这里 你才是被关到 笼子里面的那个人 你的吃 穿 住 行 样样都是我的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讲这句话 所以这种事情 我劝你还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别给自己招算手 那你说你爱我是骗我的 还有那天 你带我过程人说 我们会白走到老 还有 我爱你这句话 我对很多人都讲过 我自己都快相信了 你来好 你听好了 你说 你以前说过 如果我保护不了 心愿了 就把她交给你 你会保护好的 这话还算是吗 出什么事呢 我保护不了兴悦了 所以需要她赶紧离开 越快越好 因为敌人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但是你知道兴悦的 除非是她自己想走 否则谁也没办法让她走 我会拼尽全力 让她自己想走 希望到时候 你可以送她回家 不是 高振河 什么叫你尽全力 你让她自己走啊 什么叫你保护不了她了呀 你当时怎么说的呀 欣悦从我家出来的时候 我会给你打电话 一会秦叔回来 给你设置好 欣悦手机的定位 他到时候肯定难过的 不想接电话 你就根据定位去找他吧 拜托了 你不想接电话 你不是男人吗 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 不能跟我说 你把话说清楚 你记住了 一定不要让陈文全靠进她 拜托了 她只拿走了手机 手机 手机 还有秦叔给她的那张大合照 小娜 她现在一定很痛苦 很难受 我也一样 等我们处理完这里的一切事情 再去找她 跟她说明白就好了 是因为她会理解的 而且我们这样做 也是为了保护她呀 快等这一点吧 师傅 跟着前面那辆车 你车里没油了 我抽的 不是你阴魂不散哪 没有 你车里没油了 是我有病啊 我没有 一天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就给我半小时 我给你解释 是什么呀 我现在有事 我不会让你走的 你听我给你解释 等一下师傅 等一下 你一天你听我解释 小小姐 谢谢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一天你得到我 师傅 走 走 师傅 停车 停车 来 门起来吧 这大人 去追传 走吧 师傅 又不去越南